香港女星黃仙穎於2019被爆出投資許智安 被大眾狂罵小三 還遭到電視颱風殺人氣落千丈 此後她在螢光幕前消失了整整四年 直到今年2月份才宣布付出並轉型為創作歌手 近日她舉辦了粉絲見面會 除了發表新作品之外 也分享了自己重新出發後的感受和歷程 不到當天台下只有三位粉絲到場 冷靜的畫面引發熱議 不少網友留言嘲諷她不要臉 人無恥就無敵等 竟然還有臉書來開見面會 似乎並未獲得網友們的原諒 不過節目組稍早發聲表示 當天出席的三位粉絲是透過社群留言抽獎 才能參加粉絲見面會 也歡迎拍攝時間場地等限制 所以無法開放給更多人參與 並非因為人氣下滑 再導致出現這麼冷靜的場面為她澄清了謠言